谢国梁的罢免案明天就要投票 立法院长韩国瑜今天下午将到基隆陪谢国梁扫街拜庙 晚间蓝营也将举办反罢免的奏事晚会 不过有网路传言说蓝军会给100元的车马费 谢国梁驳斥这完全是子虚乌有 党部也会对此提高 基隆市长谢国梁罢免案进入最后倒数 基前总统马英九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接力到基隆挺梁 立法院长韩国瑜也表示 投票前一天下午亲自到基隆扫街拜庙 呼吁市民要用不同一票守护谢国梁 很多的里长说韩院长所到之处 他们要来给韩院长帮助加持 对于没有基隆有韩院长的仇恶 当蓝军动员权力顾梁 白威也说民众党全党一致支持谢国梁反罢免 但民进党声称没有动用政党资源介助 随着立委沈柏阳战上罢梁宣传车驻蒋接扫 直接狠狠打了一大巴掌 投票到数双方战火白日化 差量团体广发四万封简讯 但是网友质疑自己不是基隆人都有收到公民团体是多有钱 能这样广发还是背后根本有人赞助 网络更有传言说10月10号反罢量的选钱职业会给100元交通费 谢国梁直接出面辟谣 我们一共选择三次立委一次市长都从未遭到起诉 我们不会去做这样的事情 党部要去提告 又来了 民进党不要再闹 走入宫事件 向来都是民进党发动 只剩一天了 来不及查证 就搞这种抹黑照样 等到选完发现被冤枉了 有用吗 当基隆市府官司四点胜 帮人行动 没了理由 差量到底是不是政治报复 全票即将给出答案 请不吝点赞助